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今天針對日食捷徑 對國人健康的影響與危害 召開公聽會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今天以退休教授的身分 來出席參加 再度語出驚人 臺灣平均四次 比一般的這個歐美國家 六到七次 一個月少很多 那最多的是戰鬥民族 是俄羅斯八次 臺灣連中國都不如 我們每一樣核實國籍標準 戴奧心國籍標準 重金屬這個國籍標準 但是我們每一樣都是國籍標準 通通加起來 撐起來 就是你們所有的男人跟女人 都沒有生殖能力 明明是談日食解禁之後 對臺灣的影響 楊智良再度語出驚人 而楊智良也表示 臺灣平均生零點九個小孩 世界最後一名 還指稱日食萊豬也好 要是他今天是衛生署長 今天就要開除 食品藥物管理署長 如今在對日食解禁 拋心見解 恐怕不免再度引發討論 今天就要開始了 這就是 天安 比特朗 天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